耐心的幹什麼在這裡脫脫蠟蠟 還有我們都掉眼淚 馬英九只有出現警告 如果耐心的你繼續在這裡哭 最後你這個違建 就會把你的大尾給哭掉 然後有贏就要上位了唷 你來到重慶坦白 我是我重慶 我們看到馬英九終於又出手了 這是馬英九在這次選舉裡面的 第三回出手 首先馬英九我們看到 他曾經是在11月15日出手 那時候是把柯文哲 叫到他的馬伴裡面去 在馬伴裡頭 他扮演一個關鍵角色 就是屬於監軍角色 看著他和朱立倫簽約 要形成藍白合 那時候大家曾經以為藍白真的合 但是我曾經告訴大家 藍白絕對不會合的 因為賴清德 他早就已經知之甚祥 所以知道藍白不會合的時候 他已經有了一些特殊布局 我們從賴清德的布局 那邊就可以看出來 他們明白著藍白不會合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賴清德也是醫生 而柯文哲也是醫生 他們有著特殊的密切管道 我們再從柯文哲那裡觀察 也知道藍白不會合的原因在哪 他是一談二談再談 也就是在整個十月裡面 他不斷地反彈復復 這種動作呢 其實就是表示他沒有要合 只是借著合與不合在作秀 好 那我們看到了 這個是賴清德的第一次出手 十一月十五 那麼第二次出手呢 就是十一月二十三了 藍白到底最後要不要合 真的硬拖到最後的時間 這就是我呢 也在視頻說 他們會借著藍白合不合 死命的拖到最後一刻 讓你感覺到啊 真的像個連續局 而且呢 他們這樣呢 就不需要打廣告 火不起來他們真的拖到最後一刻 就是十一月二十三 甚至隔天都還有人在喊 哎呀最後一刻還是合吧 所以時間不就拖到十一月二十四 他們有人去登記為止 那麼這個時間就到了 十一月二十三的下午傍晚 甚至晚上 就是大概六點半左右 賴清德在現場呢 那是金月飯店 他顯然呢 是一語不發 而且來做另外的見證 最後終究是不合了 既然是不合 那就得兄弟爬山各自走路了 現在呢馬英九呢 得期望賴清德能夠敗選 而且敗給他的國民黨的代表人 那就是指的是子 現在的侯友宜 在叫趙少康了 那麼請問賴清德會敗嗎 賴清德如果要敗會敗在哪裡呢 馬英九的說法是說 賴清德會敗在他的萬里老家 這個違建上面 好了這個違建又怎麼樣會敗呢 因為違建大概只有違建出 這個幾十平米而已 這個幾十平米啊 說大不大 拆起來也很快 而且他所涵蓋的 其實就是個房間 那麼把這個房間給拆掉 需要多少時間呢 向大報報 大概只需要大概個整天 也就是說工作天上 很可能你一大早 如果八點就到達的話呢 在十二點以前就拆完了 如果動作真的過快 那其實真的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那麼接下來就重新棄牆的時間 重新修整的時間 這樣的時間 如果把缺掉的那個缺口 給補起來又要多久了 那麼其實也只需要再個半天的時間就夠了 那麼請大家注意啊 這樣的時間加總起來也不就是最多兩個整天 那麼所花的費用最多 連把這些多餘的磚頭給車走 也就是把它送去垃圾堆 或者送去焚化炒 加總起來說花費費用 不過就是區區台幣200萬元 可以200萬元賴希德如此小氣呢 選舉的時候那種大衛選舉 一天花的都不止200萬 賴希德幹什麼在這裡 拖拖喇喇喇呢 還五度掉眼淚 馬英九就出言禁告了 如果賴希德你繼續再這麼哭 最後你這個違建呢 就會把你的大衛給哭掉 而侯友宜就要上位了哦 這話顯然是馬英九第三次的出手 現在繼續選舉了 就剩下三個禮拜 在這個三個禮拜裡面呢 是不是真的會微妙的變化 讓侯友宜和趙大康 首次有機會超過國民黨呢 目前我們沒有見到任何的跡象 換言之啊 目前位置只是在靠近民進黨而已哦 那麼賴希德會不會藉此啊 真的把機會讓給國民黨呢 當然如果只是200萬就3000萬 他何必要這樣做 所以目前為止呢 賴希德其實是借了眼淚 和借了他家 這件事情在拖著大家 他所有的注意力 也就是說把大家自己 就拖在這個小事情上 他後頭還是會猜的 那大家說他為什麼要拖呢 簡而言之 他有更大的事情發生 他不希望大家注意 更大的事情就是 我們現在給大家反覆報導的 他參加了當初1983年以後 國民黨的特工專案 那就是春風專案 這個特工專案 他成為地下黨員 他成為臥底的人 他成為真正可能在民進黨裡面 做了很多糾舉民黨同事 而且讓國民黨當時候 能夠獲勝的關鍵所在 如此我們可以了解賴清德 為什麼故意五度掉眼淚 因為只不過一個小小房間 把它拆掉再迷屏 哪需要掉眼淚呢 這擺明的是演戲 而且掉一次也就夠了 怎麼會掉五次眼淚呢 這更是演戲 一個六十幾歲老先生 為了這個小事情 而且他平常殺伐無數 哪裡可能為了這個小事情 掉五次眼淚 掉一次都已經非常令人覺得 不可思議哪來五次的眼淚可以掉 所以大家不用懷疑賴清德說的是 他不想要讓大家把注意力 轉移到春風專案 和我們報導了 他當地下黨員的這個事實 那馬英九為什麼沒有出手 馬英九是要逼著他 說如果你不趕快處理的話 那你可能會失掉你的位子 看看會不會這一掌之力 使得賴清德趕緊處理完 還有時間掉頭回來 大家來注意一下賴清德的春風專案 那時候真的就會讓賴清德落選 馬英九的用心當然是為國民黨好的 但是賴清德他卻別有用心 想要用這個來拖 拖到大家說 哎呀他總算是解決了 反正他只是有所不忍而已 這樣的計謀物 在我們職業專業的分析底下 他是難逃我們這些專門 等於說做求評的重要的審查者 或者是求評的專門的政治的分析者的眼光 因為他不可能為了這麼一點小錢 為了汲取的小房間而來五度落淚 感謝你的收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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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